如果先买房后领证 那就是婚前财产 他就在想着万一离婚 我们家的财产是不能有损失 一个孩子交换一套房子 我怀了你的孩子 所以我可以要挟你先把房子写上我的名 你怀了孩子 你一没有结婚的女孩子 你怀了孩子能有什么好名声吗 你难道会自己往自己脸上抹羞吗 我就不把房子给你 我看你生不生 人家恰恰是这样想的 是怀的是我们家的孙子 你都怀了我们家的孩子了 你好意思不生下来吗 看谁吃亏 大不了你打掉 再找一媳妇再生一孙子 这个被图雷老师说 婚前怀孕的女子叫小平 对面的就是先买房 后结婚的小丹母子 既然小平不同意男友母子的做法 为什么不选择离开呢 还跟小丹有了孩子 故事要从小丹与小平的相识说起 两人是在广东打工时认识的 确定恋爱关系后 感情一直很好 经历了两年多的爱情长跑 他们谈到了结婚 于是两人就回到小丹的老家 先把酒席给办了 既然两人感情很好 又在老家办过了酒席 为什么不领结婚证呢 只有领证了 才算是合法夫妻 小平苦恼的说 小丹家里人欺骗他 当初说好的 先结婚领证 然后再买房 可现在却又反悔 因为我现在怀孕了嘛 然后他们现在是不同意 就应要先买房 再领结婚证 小丹家里是挺会盘子的 领了结婚证以后 就是合法夫妻 买房当然就属于婚后财产 可是如果先买房后领证 那就是婚前财产 小平觉得这样结婚太没有保障 还特别的委屈 如果做不到 又为什么拿房子欺骗自己 当初刚与小丹在一起时 小平才22岁 男友已经27岁了 家里特别的反对 而小平不顾家人反对 说到财礼前 小丹赶紧解释说 那是要等领完结婚证之后再给 其实这也没什么 最过分的是 当初摆酒席的红包钱 本来是由小平收着的 可是强势的婆婆的 直接从她手里把钱拿走了 你也知道我们家是看那个小餐馆的吗 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资金周转不过来了 所以我妈妈当时又向她 把这个两万多块钱接过去了 小平内心想 既然自己都嫁过来了 也不要在乎那两万块红包钱了 可是让小平万万没想到的是 男友早出晚归的去照顾小饭馆的生意 竟然没有一点收入 刚结婚的小两口 都喜欢过个二人世界 想出去吃个饭干什么 他就说没有钱 那我们一起逛街 我看中一个包 两百多块钱 他就说 我今天没有找妈妈要钱 要改天我找妈妈要钱 才能跟你买 这么大一个男人 口袋里没有半毛钱 这简直就是一个还没断奶的孩子嘛 什么都要找妈妈 说到这里 主持人都很纳闷 资料上写着 小丹是自营店的店主 现在怎么一分钱都没有了呢 实际上就是我 他就是家里面开了一个餐馆 然后他就跟家里面帮忙 这那是什么自营店店主吗 就是一个帮忙打工的 别人打工还有工资 他连一分钱都没有 可是在小丹心里 这没什么的 他觉得饭馆反正也是自己家的 将来也肯定是他们的 那你现在曾家了 为什么你没有一点收入 小丹的言论真是可继 还没领结婚证 那个饭馆收入那是你们家的 跟小平没有半毛钱关系好吧 当时小平是有工作的 虽然工资只有1500块钱 但还是可以养活自己的 可是没住多久 婆婆的举动让他烦恼不已 他妈妈开口问我要生活费了 就是我在他们家 吃要钱 水费要钱 都要钱 交出生活费 交了生活费也是为我们保管起来吗 那我都加给你了 一个懒人 我没有花了一块钱 凭什么还要我交生活费啊 这钱交了吗 交了 这母子俩也太欺负人了 人家姑娘嫁到他们家 结婚证还没领 不明不白的跟着他们 不给一分钱花也就算了 竟然还开口要生活费 这是什么原理 说起生活费的是 小丹里直气壮的说 当初妈妈让他交800 死我不愿意 后来还闹了 最后是才交了500 那我平时吗 愿意交800块钱 我总共才1500块钱一个月 800块钱很少吗 真是气死了 这样的家庭 小平还在那里干什么 在小丹心里 老婆是外人 只要妈说什么都是对的 要么就到头绑架 说这些钱以后都还是他们的 现在小平怀孕了 已经不工作了 可小丹还在说 什么事都怪的 为了能逼儿媳妇做家务 婆婆竟然把全家人的衣服都洗了一遍 就是把小平的衣服扔到一遍 后来小平妥协了 婆婆就要求 家里所有的衣服必须手洗 当初小平工作的不太顺利 就回归到家中 刚刚待了一年 家里人就横不是鼻子 竖不是眼的 通过小丹的说服 婆婆拿出4万块钱 给小平开了个服装店 本来以为这个婆婆还算可以 结果才知道 拿出的钱 原来是人家小两口 当初酒席的份子钱 本来就是别人的 还要通过她的腰包 最后还落个是她掏的钱 老公不支持小平 跟婆婆站成一线 真不知道小平这两年 在他们家是怎么过的 服装店开张以后 店铺生意还算可以 小平自己忙不过来 就雇了个员工 两个人你一嘴他一句的 就连主持人都直接问小丹 就不能少说一句 让一让小平嘛 人家肚子里怀着谁的孩子 小平说起婆婆 简直有一肚子的苦水要涂 按说小两口之间的是 婆婆还是少掺和 可是这个婆婆管的有点太多了 小平早上几点起床 什么时候到服装店 全部都要过问 只准自己把钱交给父母 就不许老婆尽孝道 这是哪家的道理 你的父母是父母 别人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吗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小平还在犹豫什么呢 这样的男人和婆婆 绝对不能要的 因为婆婆总见不到钱 还总怪小平不会挣钱 直接把服装店强行给关了 主持人赵川都听得气愤的说 既然这样了 那小两口就不能搬出来住吗 现在不也怀孕了吗 还闹什么呢 想办法就是因为怀孕了嘛 后来我考虑到她跟我妈妈的关系 所以当时的话 我也想在外面买到房子 我就跟我妈说了 那当时她可能 又是因为她跑回梁家去了 所以我跟我妈妈 就在外面买的房子 写了我妈妈的名字 这话让小丹说的 那是顺理成章的 把房子买了 还写母亲的名字 说的那么理直气壮 就好像原本就该如此一样 说起房子 小平委屈地表示 根本不是小丹说的那样 这母子两座生意是吧 好手呀 先替儿媳妇 只要嫁给他们家 然后再买房 这还没等领结婚证呢 就先把房子买好了 名字还写着婆婆的名字 这是要把儿媳妇当在房子吗 除了房子的欺骗 婆婆对小平还非常的哥哥 面对自己女人的眼泪 小丹竟然还在喂母亲说话 她其实她家里也做了事 但是就是脾气太任性了 我妈妈可能就有点矛盾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母亲给请上来 来有请 这个婆婆是有点刁针 刚上舞台 她就指着小平说 这说呢 面相就带着男相处的模样 也不看看自己儿子什么样 还挑三拣式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 她家开的不是小饭馆 而是五星级大酒店 李平在我们家里 就是什么事都不干 什么事都不做 她就运信 我说她几句 她就不听我的 现在我在她 我们探别人了 我问问 这个现在对面的姑娘 是你们家什么人 她没执政 我问你的是 对面那个姑娘 是你们家什么人 是我叫媳妇 他们叫佣人 什么人呢 平时我还是在这里好不 自从小平住在家里后 婆婆直接把所有的家务活 都甩给了她 吃完饭 各干各的去了 剩下的都要小平来收拾 有时候小平上班很累的 她就求助于自己的男人帮忙 她就说你凭什么 只是我个字 是吗 那我媳妇去这门 就是要做家务的 那不是的 就是说她年纪小 我就要做点家务 是很正常的 她现在是有身孕了吧 以前没有吧 现在有没有 现在有 那现在是不是应该对她好点 这个婆婆太不讲理 搞得赵川都插嘴 为小平打抱不平 人家怀着你们家的孩子 想要复合 还那么的理直气壮 这要把人欺负成什么样子 才算罢休 把怀孕的媳妇扔在娘家几个月 不管不问 这是人干的事吗 小丹表示自己去找过小平 只是被老丈人给赶了出来 小丹来参加节目 就是为了让小平回去 可是在舞台上 这对母子咄咄逼人的态度 根本就没有诚意 婆婆表示 正是因为儿媳妇怀孕了 才让她回去了 那么计较干什么呢 反正以后都是要给儿子他们的 现在直接改成他们的名字就好了 何必闹成这样呢 小丹的母亲看形势不对 直接改口 这话让婆婆说的 这座生意挣钱了 就只能给你们家呗 人家姑娘得娘家点 静静笑道就不对呗 当婆媳俩吵得不可开交之时 主持人问小丹 向着那边 她连想都没想着回答 小丹的一句话直接激怒了全场 在她的心里 妈妈干什么都是对的 都是为她好 主持人都纳闷的问婆婆 小平是你家的人吗 都这个时候了 婆婆还在指责小平 当主持人问 为什么不给小丹工资时 婆婆直接说 挣的钱都给他们买了房 这还没领结婚证呢 怎么能说是给他们买的呢 明明是自己家买的房呢 房子的名字上写的是你儿子的名字 和媳妇的名字 是吧 是我的名字 是你的名字 那怎么是给他们买的房子呢 那以后不也是他们的吗 以后怎么会是他们的呢 他们结婚的 不是以后不是他们的吗 他是我 他是个人 他们结婚了吗 他现在没结婚 以后可以结婚吗 没结婚就这姑娘 跟你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 他没扯证呢 没扯证 所以姑娘跟你没关系 肚子里孩子也跟你没关系 对不对 有关系我孩子 那是你的事 我跟你妈说的 这里都让母子俩给占了 就算小平也有问题 他们也太欺负人了 同样都是女人 婆婆也应该知道 怀孕的女人有多辛苦 不赢 就算她都错 现在她这个特殊的时期 你这么对她合适吗 如果她回来了 我知道她好了 现在她怀孕了 既然知道 而媳妇怀孕了 还不想办法给哄回去 在这里家长里短的 买的房子迟早都是儿子的 现在就改成他们的名字 不就没事了吗 你让她一回去 我就改她名字 你先改她不就回来了吗 现在以后不也是他们的吗 现在写了我的名字 我是不改的 婆婆已经是沟通不了了 她执意不改房本上的名字 现在就只能看小丹子了 自己的老婆怀孕三四个月了 一直住在娘家 她就去了两趟 这根本没把小平当一回事 你老婆开一个店 把挣下来的钱寄回给娘家 你就不依不饶 你把她当老婆 眼看主持人站在小平这边 说的话也很有道理 小丹已经有点动容了 婆婆马上插嘴 兼顾自己的地位 这母子俩真是太仇人了 互不相识的赵川 都能关心小平是个孕妇 让人给她贴了把凳子 他们母子却还在这里 狡辩过去的事情 对他们真是无疑 这个妈妈是很精明的 她没有搞错 如果先买房后领证 那就是婚前财产 其实你在这两个孩子 还没有领结婚证的时候 她就在想着万一离婚 我们家的财产是不能有损失的 两年当中 你一直像当贼一样的 在房着这一个媳妇 你根本没有把她作为 自己家里人来对待 那也不是因为她 她年纪太小了吗 对 她年纪太小 我教她一下 年少无资 对不等事啊 我就教她一下嘛 无依无靠 可以欺负 一个孩子交换一套房子 或者说一套房子 交换一个孩子 女方认为 我怀了你的孩子 所以我可以要挟你 先把房子写上我的名 但其实男方 恰恰也是这样想的 你怀了孩子 你因没有结婚的女孩子 你怀了孩子 能有什么好名声吗 你难道 会自己往自己脸上抹羞吗 我就不把房子给你 我看你生不生 我怀的是你们家的孙子 你说你房子写不写我的名 但人家根本不在乎 人家恰恰是这样想的 是 怀的是我们家的孙子 你都怀了我们家的孩子了 你好意思不生下来吗 看谁吃亏 大不了你打掉 再找一媳妇 再生一孙子 这点话真的不愿意说 说穿了真的没多大意思 但是我还是想说你 有的时候 不要说别人不尊重自己 是我们自己不自重 所以别人瞧不起这 婚还没结 正还没理 一个人穿到别人家去 开始住上 没名没分 你一次又一次地放弃自己的尊严 你怎么怪别人瞧不起你 后来发现有孩子了 你认为自己的尊严来了 其实那不叫尊严 那叫妖心 给自己找回点尽尊吧 男生 第一 这孩子是你的孩子 清清楚楚 第二 妈也是你的妈 你们也同样是一块骨肉掉下来 所以说你们这是一家人 既然是一家人 就不要因为别人自动送上门 就太欺负别人 如果他当初没有这样 义无反顾地跟你在一起 跟着他爸妈跟你较劲 跟你要彩礼 跟你要房子 你不照样从你 但是现在他怀了你的孩子 不要认为他叫不起这板 他没这底气 他照样可以跟你分的 到时候真正痛苦的 到底是你 还是他 还是你妈 你好好的想起 其实你做一个好父亲 做一个好丈夫 并不违背你做一个好的儿子 妈错的就不能遵守 但该孝敬的还得孝敬 不能犯火 涂雷老师分析的非常透彻 不管是女方 还是男方 还是婆婆 都考虑到了 其实婆媳关系不好 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在于男人不会办事 找川问小丹 下面的话是和你媳妇谈 还是加你妈一起谈 我和我老婆谈 不要我妈谈 那你就帮我们把母亲给送下去吧 没事呢 我自己走 我送上 没事 小平 我知道你在我家两年 受了很多委屈 我知道我妈妈 也是比较偏心的 嘿嘿嘿嘿嘿 现在我们也有了小孩 我希望我们以后 还是生活在一起 一起走下去 小丹的回答 虽然得到全场观众的掌声 但他说出的话 根本没有解决实际性的问题 两人之间的矛盾 最终还是在当初承诺的房子身上 我想去说服我妈妈把那个房子写成我和李平的名字 行那你现在去吧 说服妈妈这一举动 才真正的像个爷们 在小丹去找妈妈的空间 赵川也帮小平分析了错误 毕竟以后要当人家的儿媳妇 还是要懂得忍让点 经过小丹的不懈努力 终于说服了这个强势的婆婆再次走上舞台 她真的会同意 把房本的名字改成他们的吗 同意了吗 我一直跟人说了 反正还是对中文化好一点 必须同意 有有有有 再说一遍 必须同意 孩子生下来之后 直接过户到孩子名下 这不就都不是为了财产了吗 是吧 那也可以 你同意吗 同意 行 既然三人都达成了共识 我们已经看到了结局 五四三二一 请开门 欢迎关注小波罗 我们下期再会 你老婆和你妈掉的水里 你先救水 我不会这么 你老婆和你妈掉的水里 你救谁 我爸救我妈 我救我老婆 好 我 我 谢谢大家